画面上一部黑色蒸汽机车牵引着树街黄色车厢正沿着尼亚加拉河岸行驶 这是一列加拿大南方铁路公司的火车 画的背景是位为壮观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画面的左右两边是树林 在画中央有两个人站在围栏边注视着这列驶过的火车 瀑布产生的薄雾不断升上天空 强大水流冲下峡谷 把人们的注意力带引到连接加拿大和美国两岸的上游吊桥 您可以从画中看到著名的旅游酒店Clifton House在左侧远处 而美国纽约州的尼亚加拉瀑布镇则出现在右侧 在画中有一块突出的岩石 上面的注解告诉我们 画家画这列火车的地点并不在尼亚加拉大瀑布 而是在位于安德烈省圣托马斯镇上的一个铁路公司的火车编组站内 在19世纪中期 铁路成为北美工业化进展的标志 人们很快地建设多条连接边缘地区的新线路 促进贸易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画家Robert Weil创作了一些油画 为各铁路公司做广告 他在安德烈省每年举行的农业博览会上展出 这些作品在博览会上获得过许多奖项 港广告